嗨你好我是流奶爸 今天這一節我們要來說明 什麼是聯盟行銷的Cookie參數 所謂的Cookie就是我們今天 在瀏覽一個網站的時候 那這個網站都會有個暫存檔 存在電腦裡面 存在使用者、訪客的電腦裡面 在它的瀏覽器 譬如說我們現在是用 Chrome的瀏覽器來做示範 在它進入這個網頁之後 雖然你看到這個網址 它是後面是沒有帶參數 所謂的參數就是 推薦人的參數 聯盟行銷如果你們有 有參與過的人都應該知道 你們自己會有自己的一個參數 就是你自己的ID名稱 那通常你的這個網址 最後面會有一個 譬如說我是設定class CLASS等於1 這個1就是聯盟行銷的ID 那有的人是用英文的名稱 看各家的聯盟行銷商 不一定 那我的是用數字 所以如果你們是加入 這個中生會員 聯盟行銷中生會員的話 你們自己會有一個自己的ID 因為我是第一個 所以我是1號 那如果你們是第70個 譬如說你們這邊就會是70號這樣子 好 那我現在不加任何參數 當我不加任何參數的時候 那會不會有Cookie 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邊一個鎖 然後這邊有 目前使用57個Cookie 點一下 然後把這網址打開 因為目前是這個網站 把這網址打開 然後這邊有個Cookie 把它點下去 好 就是這邊有一個 ref 點下去 好 這邊內容1 1就是我自己的ID 那你會發現 欸 321號 今天321號 到629號 總共有90天的時間 好 因為 牛奶爸知識變形聯盟行銷這個網站 我的後台設定是90天 所以 如果你們是聯盟行銷商 你們有90天的時間 什麼叫90天的時間呢 也就是說 如果你的網址曝光出去了 就算 那一個訪客 他當初點了你的網址 後面帶了這個1的參數之後 他 在90天之內 如果回到了這個網站來 即使後面他並沒有帶你的ID 但是這個Cookie呢 仍然會存在於1 就是90天的時間 意思就是說 在這90天之內 如果他第一次點擊了你的連結進來之後 他沒有當下購買 但是在90天之內 他如果又想到了 又再回來了 可是他後面沒有帶你的ID 那獎金一樣會歸屬於這個ID 屬於1的這個人 也就是你自己 那如果說 有的同學就問到了 那如果說 今天這個訪客 他又看到了另外一個推薦者 譬如說另外一個推薦者 他的這個ID是class 等於70好了 好 然後 他今天點擊了別人的blog 那那個人的blog上面呢 是有帶這個連結的 好 他點了之後呢 那進來 那你看看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再點擊一下 然後把這個cookie打開 好 再把cookie打開 cookie打開 再點一下 他的內容還是1 這個意思就是說呢 他對這個class等於1 這個人呢 是有保障90天的 好 這是我在後台的設定 那有的網站呢 他並不會這樣設 他會設定 如果今天這個人他點了70 這個人的連結 這個推薦人的連結的話 那這邊就會馬上變成70 也就是說 如果你比較早公開出去 讓別人點擊了 那我們的這個 牛奶爸知識變形聯盟行銷的網站呢 會提供給你最大的保障90天 在這90天之內 你的訪客 如果又去點擊了別人的ID連結進來的 並不會變成別人的客戶 他依然是屬於第一次點擊的那個人 所以為什麼說 你要及早加入及早去曝光 因為你越早去曝光你自己專屬ID的網址 別人點擊進來之後 這90天之內 完全保障都是你的客戶 他下次再回來 不管有沒有帶你的ID 他依然是屬於你的 這樣了解嗎 那我們再去看一下別人的網站 譬如說博克萊的 因為博克萊我自己也有申請 聯盟行銷的這個推薦人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博克萊 在他的這個books.com這邊點開來 這邊有一個ASID 好 ASID內容 LIUFAMU 這個就是我自己的ID 怎麼看呢 你看 我自己有 我從頭開始做一次給你看 我先把這按完成 在底下這邊 博克萊底下這邊有一個AP策略聯盟 AP策略聯盟這邊有一個夥伴 我已經登入了 然後他這邊有一個推薦 商品推薦 那商品推薦這一頁呢 只要把博克萊的任何一個網址貼進來 就是任何一個商品的網址貼進來 我再另外開一個博克萊的網頁給你看 然後我隨便點擊一本書好了 這本書後面這邊呢 是Google的分析器他們要用的參數 我們先把它刪掉 那這本書我們再按一下Enter 這本書的網址其實是長這樣子 裡面並沒有我的L.I.U.F.U.M.Y.U.的ID 讓我把它複製起來 然後我把它貼到這邊 剛剛這邊 所以你想要推廣的博克萊商品網址 把它貼上去 然後轉換網址 就是這個 我把這串複製起來 然後把它貼上來 好這段呢就有帶我的ID了 你看 UTM source等於L.I.U.F.U.M.Y.U. 這一段這個ID就是我的 因為我是推薦的聯盟商 所以我的ID是這個 聯盟商ID 那後面這個是Google的 Google他們的廣告參數 他們要 Google Analytics 就是Google分析器他們的 這我們不理它 這個是我自己的 好 那我去看我自己的 Cookie 好點擊Cookie 看一下這個Cookie 它是放在這裡 我剛有找過 好 ASID ID 點擊一下 你看這個L.I.U.F.U.M.Y.U. 這個就是我自己的名字 我的ID 好 你看一下喔 今天是21號上午10點13分 然後它會到22號11點17分 也就是說它只有大概24小時 就是一天的時間 它只有一天的時間 博客來它只提供一天的Cookie 也就是說 明天11點之後 如果你的訪客 就算沒有點擊別人的ID連結 它一樣不屬於你的客戶 它的Cookie 在一天之後就失效了 這是大部分 Amazon也是 Amazon他們也是一天就失效了 那我這邊為什麼要設定90天 為什麼設定90天 就是因為我希望 越早加入的朋友 你們能夠趕快去曝光 曝光之後呢 你們可以得到最大保障 就是有90天 3月21號你看到6月19號 因為我在後台設定90天 OK 這個就是判斷你的這個聯盟行銷 這個網站 它給你的Cookie的天數的方法 很多人不曉得這個東西 所以之前就有很多學員問我說 為什麼我經營其他的那個聯盟行銷 常常賺不到錢 就是剛剛那個原因 有很多是當下 你去曝光的時候 人家當下連到了 譬如說博克蘭連到這個購書的網頁 可是他當天沒有購買 那隔天過了一天兩天之後 他們再回來 他們可能不是因為點擊了你的 那一個連結進來的 他們是直接來搜尋他當初想買的那本書 那那個時候後面其實就不會帶你的ID 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他們去結帳的話 你一天前 人家點擊了你的那個連結 其實是失效了 所以你賺不到錢 好這個是大部分人 比較不懂技術的人 所不知道的事情 OK 所以在這邊跟您說明一下 這個Cookie 它主要的功能 就是用來比較有保障 大部分人不會去問說 請問你的Cookie保障幾天 那我在這邊跟各位說明 希望各位能夠了解 這個就是Cookie它最大的作用 也就是我為什麼說 你趕快及早加入 我們這個知識邊線聯盟行銷 趕快及早加入會員 因為你越早加入 你這90天曝光出去 保障90天真的是非常長效 這個效期長達3個月非常的長 如果你早一點加入 早一點卡位的話 別人去曝光被點擊的還是沒有效 因為會保障最先被點擊的那一個推薦人 OK好 我是牛奶爸 歡迎您趕快加入 牛奶爸知識變現聯盟行銷行列 哦